出席这次会见的包括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新兼行会召集人的政协常委梁振英 政协常委陈永奇、刘汉全等 以及几十名政协委员 有委员期望施政报告会回应高楼价 市民置业难的问题 也有委员希望 即使这份是曾荫权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亦期望推出的政策可以有延续性 曾荫权3号会会见民建联 以及工联会的代表 包启V洪嘉伦报道